那我们看一下 内部互动日本语 十月份的每日一句 那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 最后两排哦 分量有一点多 所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哦 第一个 休息日はよく修行をして過ごすよ 休息日はよく修行をして過ごす 死过死的意思就是这个 度过 度过什么什么 假日时光的意思吗 死过死的意思 可能比较少用到对吗 这个动词 但是呢 通常可能用在 你周末做什么 或者是你去旅行的时候 怎么过这个时光呢 的时候你可以用到 对 做什么 然后后面用贴心 例如说 你去冲神玩吗 那做什么 毎日海で泳いで過ごしたよ 海で泳いで過ごしたよ 等等 所以 这个单字的用法 也是可以稍微修炼一下哦 再来 这边又出现一个可能比较陌生一点的动词 教わる 他原本就是 教わる 跟教える 角度不一样 教える就是我教别人 あなたに教えます 那另外 就是接受这个教导的 就是教わる 可以吗 教える 教わる 可以吗 所以同一件事情 但是角度不一样的 所以呢 前面用到 哈哈 から 对 从妈妈 受教导的意思 那当然这个 から的部分改成 哈哈に教わった 也可以啊 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 手先が器用だね 手先が器用だね 手先 手先就是手的技巧 手先就是手先 这边 所以呢 可能做一些很细腻的 一些手工等等 那可能很需要 在这个手指头很灵活嘛 所以呢 手先が器用 就是用来表示这样子 手好吵的意思 再来 对不起 我补充一下 如果是你很不擅长 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说 不器用 念法就是不 手先が不器用 做什么手工用品 都很丑丑的感觉 好 再一个 昨日は一日中 編物をしていたよ 昨日は一日中 編物をしていたよ 一日中 就是一整天 一整天一直做 所以 他用 編物を してた してた 就是していた 也就是 していました 的意思 していました 现在进行的 过去是 所以意思是 在过去一段时间 持续做 做某一件事情 可以说 していた してた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再来 彼氏にプレゼントする マフラーを 安でるの 彼氏にプレゼントする マフラーを 安でるの マフラーを 安でる 这个也是 安でいる 对 口语的 现在进行 常常省略 这个 一的部分 安でる 安でる てしんじゃる てしんじゃる 就可以了 はい 那我们看下一个 てあみのせいたを もら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だ てあみのせいたを もら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だ もらったことがある 对 動詞 たしん もらった もらいました たしん ことがある 就是 その什么 过 意思就是 有 收过 的意思 可以吗 はい 那我们看看 看下一个 最后一排 けいとうかいに しゅげやさんに いかない けいとうかいに しゅげやさんに いかない 对 大家 慢慢 熟悉了吗 习惯了吗 什么什么 にいかない 就是 一个 邀请的 语气 而且 很轻松的 语气 对朋友 很适合 用的 口语 いかない いかない 就这样子 可以吗 はい 再来 てあみのものは 捨てつらい てあみのものは 捨てつらい 我们在这边 看到的是 这个 捨てつら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很不容易 丢掉 的意思 这边的翻译文 是写 舍不得 丢掉 对 这个就是 捨てつらい 那到底 这个 自来 是什么意思 就是 难以 怎么样 不容易 怎么样 的意思 可能 后面 有一些 因素 像这个 的话 就是 可能 手工 有人 亲手 做的 东西 真的 舍不得 感觉 丢掉 好像 有点 不好意思 所以 有心理障碍 对吗 所以 捨てつらい 难以 丢掉 的意思 对 えっと つらい 的 类似的用语 就是 にくい 虽然 つらい 跟にくい 有一些 不能 通用的地方 但是呢 基本上 基本上 捨てつらい 跟 にくい 都是 一样的 意思 はい 再来 将来 子供の洋服 を 自分で 抜いたい 将来 子供の洋服 を 自分で 抜いたい 自分で 这个要点 我们可以 注意一下 自分で 就是 自己来的意思 自己 亲手 怎么样 的意思 我自己来 自分で 例如说 小孩子 自己 来 吃饭 子供が 自分で ご飯を 食べる 或者是 自分で 还有 什么呢 如果 朋友 看到你在 工作 然后 说 我要 帮忙吗 何か 手伝いましょうか 你可以 说 大丈夫です 自分で やります 自分で やります 就是 我自己 来 处理 就好 的意思 可以吗 自分で 也是 常常用的 好 那么 看下一个 ボタン 取れてるよ 付けようか ボタン 取れてるよ 付けようか ボタン 取れてる 取れてる 就是 这个 掉了 的意思 那当然 这边 也是有隐藏 起来的 取れている 口语的时候 常常把 一 拿掉 取れてる 取れてる 付けようか 付けましょうか 的 很轻松的 语气 要不要 帮你的 意思 付けようか 要帮你 缝上去 吧 的意思 可以吗 好 那以上就是 每日一句 最后两排的 重点 解释 大家通过 这一个月的 每日一句 确实有学到 很多 对吗 那 这样子 每天 累积一点 累积一点 这些文法知识 以后 都可以熟练 然后比较顺利的 可以讲出来 用出来